世界上的人口还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那么即使到2025年左右 中国变成发达国家 但到那时候还有66%的人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那么中国发展的 现在呢是第二大经济体 第一大贸易国到2025年左右 又是一个高收入国家 那么我们对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过去发达国家 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一样 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 是啊 这更大的责任 来了 现在更大的责任 美国帮助李毅夫教授提前了两年 实现了这个发达国家了 被大家骂得要死 是吧 因为有人分析 这又要面临着中国大量的企业倒闭失业的问题 面临着中国的基础建设缺钱的问题 担责任吧 就不知道谁担了 现在这个担任 不知道是我们担的 还是林毅夫担的 还是别人担的